有些朋友在询问说 茶叶的等级这么多 到底是怎么样来定价位的 那可以跟各位报告是说 以天人来讲 每一个茶叶的等级的定位 在定价上都经过专家 经测试 喝过这泡茶 因为茶叶是一个农产品 它每一年的收成都会影响到这个价格 那每一个价格 它都会在每一年在出厂的时候 都会请这些专家喝过 那举例来说 一磅50块钱的茶叶 那它会把市面上各个茶桩 50块的产品 去年的等级的茶拿出来比较 今年的茶大概的定位 差不多口味上价格上 都要能够赢过别的茶桩的时候 我们才会定位在一磅50块钱 茶叶的等级 那茶叶好的等级比坏的等级 基本上当然就是 阿龙马比较在香气上会比较足 更高级的一些高山茶 可能用到手摘手来手工制作 这个茶叶的品种会比较好一点 以下面来讲 它可能多熏了一熏 多熏了两熏 三熏茉莉花茶 那这都是会造成价格上 不等的原因 所以价格的定位 完全是一个非常有机制 非常有这个系统的来制定 而不是随便乱制定的